62岁资深演员马慧珍出道多年 在不少经典戏剧中扮演让人印象深刻的绿叶的角色 2011年还荣获金中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的肯定 精彩的表现深受观众喜爱 在演艺圈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明星的光辉外表下 其实马慧珍一路走来可说是历经坎坷 度过了离婚 长达四年没头路 不得不变卖珠宝度日的惨痛遭遇 为此还不幸患上忧郁 说起那段最难熬 甚至一度想过要一走了之的苦日子 马慧珍至今依旧心有余悸 据三立新闻报道 马慧珍坦言 当年失去婚姻后 为母则强的她还来不及抚平悲伤 就为了抚养女儿 付出接戏赚钱 为了栽培孩子 不惜忍着泪将女儿送到美国念书 也让母女俩从此分隔两地十多年 更惨的还在后头 独自一人在台湾打拼的马慧珍 后来面临了长达四年的事业低潮 导致因没了工作几乎无法生活的马慧珍 压力大到身心灵逐渐不堪负荷 开始出现幻听 幻影 失聪 甚至常常有不好的声音 在脑海中回荡要她亲身 直到旧一后 马慧珍才知道自己患上了忧郁 一起当时的惨况 马慧珍表示 那时没工作的她 已经到了不得不拿出身边仅有的珠宝球线的状态 为了过生活 也根本不不得赔了多少 如今回想起来才深深的感叹 当时才便卖到一百多万 卖出价值的一两成而已 好在马慧珍后来透过积极的治疗 顺利度过心理问题的难关 生活也日渐回归正轨 近日在受访时更直言 现在的她已能较好的去面对生活 对于工作也不像过去那样太过执着 目前就是好好的工作过好每一天 并承诺未来会把自己给照顾好 虽然现在遇到压力还是会压在心中 但会学着让自己放开 不仅如此 单身至今多年的马慧珍也分享了目前对感情的想法 女儿从我离婚就开始就说不可以 是这两年她说可以 我说来不及了 因为她很享受现在的自在 就把自己照顾好就可以了 此外马慧珍还自豪的透露 如今在美国担任妇产科护理师的女儿 在疫情的波及下依旧坚守刚为勇敢的模样 让维母的她好骄傲 对此马慧珍也特别透过视讯叮鸣孩子要注意安全 女儿则安慰表示医院防疫很完善 要她不要担心 马慧珍这一路走来真的好不容易 看到她如今越来越好真的很替她开心 也祝福母女俩生活均安 感情越来越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者 宜更lean